画面中正在制作披萨的 是在中国生活了八年的90后美国青年陈志豪 出生成长于美国的陈志豪 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工作 从在美国教授语言文化预科班 到应有人邀请到中国执教 陈志豪告诉记者 他最开始只计划尝试一年 没想到落地后就再也不想离开 每周二三陈志豪是一名教师 周四到周日他就变身为创业的大厨 因热衷钻研美食 五个月前 陈志豪在朋友们的鼓励下 开了一家西餐厅 他告诉记者 餐厅里大多数的菜式 都是他从小吃到大的地道美食风味 走进陈志豪的餐厅 一侧的开放式厨房 映入眼帘 陈志豪认为 将面食操作台设在开放区域 可以加强与客人的互动 让他们不仅仅品尝到美食 更是能改变他们对美式餐饮的刻板印象 了解到美食背后的故事 随着市场逐渐打开 早已将中国当作第二故乡的陈志豪 信心更足 他告诉记者 教书育人和传播美食文化 都是增进双方相互了解的方式 他愿以美食为媒 搭建一座相互了解的桥梁 并通过网络推荐 让人们更多地感受到不同地方的文化风俗 拉近彼此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